各位歡迎收看這節新聞,我是鄭軒年 創立超過40年的建築公司馮長記清盤 共會預料至少過百名工友受影響 又不排除有其他公司出現同樣情況 馮長記辦公室門外貼出告示 未經啟動清盤程序 而公司網頁已經無法進入 協助工友追討薪酬的建造業總工會說 至少收到20個工友求助 未計二判或三判工友 相信有過8個直屬員工受影響 馮長記自80年代成立 工會對清盤消息感到惡然 可能之前的市道環境不好 工資為了接收生意回來 就可能標價不夠膽這麼進取 就比較低 到了你做工程的時候 始終很多意外發生 可能那個成功控制 或者工程進度控制得不好 可能連到公司的財政有問題 作為工會我當然希望等一次 但是我們當中有些公司都傳染 可能有些財份問題 劉高處說十分關注事件 已經即時跟進情況 如果公司因為清盤 未能夠償還欠薪等等 會協助僱員向破欠基金 申請特惠款項 事件局已經接獲清盤人通知 又說馮長記的子公司 長記馮長建築公司 承接了觀塘市中心 自由空間的建造工程 大部分已經完成 會按合約條款 處理剩下的工程 防委會和發展局回覆說 現在和馮長記集團 沒有工程合約 毛詩尼士記者 澤元文部 邪立國機場輸入勞工至近半年 至少有880人已經到港 佔配額的一乘四 另外有大約一千名外勞 正在辦理簽證等的手續 機管局應用進展理想 航空業服上 機場運作各個環節 都需要補充人手配合 機管局再次舉辦 招評會搶人材 超過40間機構和企業 提供貨運物流 停機平服務和地勤等等 大概3000個職位空缺 因為接觸多些人 一來我又見識得多些 可以跟其他人不同聊天 可以幫助到不同人都挺好的 因為可以到處飛 不知道空笑人工幾錢 不肯定 不過聽人說可能只有 五萬多二萬元左右 都不介意 這裡有不同的服務攤位 例如有職場為求職者拍求職相 機管局說 除了短期加強招評 吸引本地年輕人 非華語人士和婦女 投身航空業 中期亦都期望透過 運輸業輸入勞工計劃 為10種前線工種 包括地勤、倉務員等填補人手 第一階段 去年10月開始 6300個賠額到上個月底 有880人已經來香港培訓和工作 另外大概1000人正在搞手續 而僱主亦都會做好 朱海叔社和機場之間的交通 不同公司有不同的安排 我知道有些就安排直車 如果直車說是1小時15分鐘 就已經由你宿舍 可以來到香港機場上班的地方 我之前也有報導 有些員工的時間比較長 我知道公司都是製作努力 看看如何縮短的上班時間 他又說機場疫情前 有大概7萬3千個員工 疫情期間少了2萬人 但近一年間已經逐步回升到近6萬 剛剛好足夠應付目前的需要 就算剛剛過去的聖誕和農曆年 機場客流回復到疫情前8成 人手不足也沒有影響服務 無線電視記者蔡聰環報導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昨天開始接受申請 當局說首日已經收到申請 並且接獲過8個查詢 在計劃下 申請人需要投資至少3千萬港元 在指定資產 獲批之後可以在香港逗留兩年 陪偶及未成年的子女都可以來港 期滿之後可以不限次數 申請逗留多3年 連續在香港居住滿7年 可以依法申請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投資推廣處說 截至首日辦公時間結束 已經收到申請 並且接獲過8個查詢 當中大約七成是專業服務提供者 反映高正值人士 對香港營商環境充滿信心 一名師爺和一名女大律師 涉嫌遊說一名青年承認企圖販毒罪 被控串謀妨礙司法公正 師爺早前認罪 女大律師就否認控罪 最終裁定罪名不成立 案件涉及青年馬家健 被控2016年 將地址借給朋友 收取藏有毒品的包裹 和有人一起被控企圖販毒罪 她最終認罪被判監23年 復刑5年之後上訴得席 判事質疑當時協助她的師爺陳強利 曾經遊說她認罪 以換取同案有人不獲檢控 最終那個師爺 連同處理她認罪的女大律師張曉惠 被控串謀妨礙司法公正 陳強利最終認罪判監3年 而張曉惠不認罪案件在區域法院審理 法官張傑怡說 控方證人馬家健多次說謊 審訊的時候仍然聲稱收取包裹 到盤問階段才確認收過1000元 認為她不是誠實可靠的證人 至於張曉惠 法官說她與馬家健在懲教所會面 接受的手寫指示是說沒有人指使她犯案 但張曉惠之後在庭上打算求情說 馬家健是受人指使 批評她的做法似乎違反了大律師的專業手則 法官又說從同意事實 和案件處理過程可見 陳強利和友人等必然是達成了協議 目的是令友人不被檢控 但她不接納馬家健的證供 亦都不能夠穩妥接納張曉惠的說法 所以不能夠肯定案發時候的會面情況 和張曉惠是否串謀協議一員 裁定她罪名不成立 母知識記者 澤遠問不到 海關徵破大型海路犯毒案 檢獲一批懷疑液體可卡因 市值大約5700萬 檢獲的57.5公斤懷疑液態可卡因 暈在報稱雞肉像和忌廉的貨物中 海關1月19日在葵中海關大樓驗貨場 檢查一個由巴西海運底港 再有1100箱貨物的40呎貨櫃 而根據資料 這批貨物的收檢人以往沒有任何海運紀錄 結果發現60箱雞肉像紙箱表面有可疑標記 打開後發現包裝也有可疑 雞肉像包裝在尺寸長明顯是相對小 而且又有被重新包裝的痕跡 我們隨後打開其中一包可疑雞肉像包裝 我們發現當中有一包透明膠袋 而內藏有呈白色的液體 進行快速毒品測試 而結果顯示對可卡因呈陽性的反應 海關之後跟進調查 作全天候監控遞送行動 發現販毒集團採用不同方式和策略 以逃避偵襲 包括將這批貨物 儲存在葵聰的一個物流倉庫 長達一個月的時間 販毒集團的成員也分開三次 安排提取這一批貨物 並將有關的貨物分批送去不同的地方暫存 海關到上星期起展開行動 先後在錦田、葵聰、牛頭角等地拘捕六個人 介乎36至60歲 其中一個人是建築工人 經調查後獲釋 四個貨車司機獲准保釋後查 剩下一個無業男人 仍然被海關扣查 無線電視記者林浩杰報導 聯合醫院一名89歲的男病人 初步懷疑因為吸入自身嘔吐物 實息死亡 遠方事後發現病人留院十幾個小時期間 有護士未有輸入醫生指令 未有定時為病人量度衛生指數 遠方會成立根源調查委員會調查 個89歲男病人本身有糖尿病等多種長期病 上個月20日因為嘔吐和發燒 經急症失入院 第二天中午轉到去內科的急症病房 當時檢查了衛生指數,情況穩定 下午到夜晚,護士有為病人注射抗生素 和協助食口服藥等等,情況亦都穩定 去到凌晨5點,病房助理幫病人轉身的時候 病人有睜大眼,反應正常 但過了大約半個小時,護士在巡訪的時候 就發現病人沒有了心跳和呼吸 床邊有嘔吐物,經搶救無效死亡 初步懷疑死因和吸入嘔吐物窒息有關 原方事後調查發現,主親醫生曾經要求 每四個小時量度病人血壓等的衛生指數 但負責的護士沒有將這一行指令輸入電子紀錄系統 攝氏的註冊護士年資超過10年 連同當日兩個當值護士現在已經休假 當時護士可能工作繁忙 同時間處理很多的新修病人程序 所以其他他處理了,但正正是欠這個 還有可能短時間未完全熟習的系統 所以他入漏了那個指示 所以令到接下來其他的同事是看不到這個指示 原方說,衛生指數是其中一個監察病人的指標 但是那個男病人入院十幾個小時,情況穩定 又進去刺手指,又吊鹽水,就是搞這麼多事情 但是那個病人舒舒服服,又沒有喊不舒服 就是他就穩定,那我們一直就持續做護理 所以就沒有說定時網偶的血壓有沒有東西 因為沒有東西刺激到我們覺得要檢查他的血壓 而且沒有東西令我們懷疑他現在血壓有東西 最大懷疑都是一個吸入式的窒息 現在那個吐和吸入式窒息這件事是很突發的 是不可預測的,也都跟血壓沒有關聯 沒有血壓跟過關聯,其實就沒有直接關聯 原方說病人離世事件已經轉交四斤庭,又已經向病人家屬戒協 而原方會成立根源調查委員會找出改善方法 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無線電視記者何曼君不道 在善休息的時候,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 回來新聞時間,這節先看看財經消息 看看現在美股的表現 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推動大規模 設備更新和消費品已舊換新行動方案 會議指出積極開展汽車、家電等消費品已舊換新 形成更新換代規模效應 並表示要有序推進重點行業設備 建築和市政基礎設施領域設備 交通運輸設備以及教育醫療設備等更新改造 會議要求加大財稅、金融等政策支持 更好發揮能耗、排荒、技術等標準的獻人作用 其他消息 伊朗舉行議會和專家會議選舉 是當地前年大規模示威以來首場選舉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星期五在首都德克蘭的票站投票 並且呼籲選民盡快投票 總統萊希亦去到票站投票 這次是當地至2022年 女子亞米尼因為帶頭根不當 被道德警察拘捕後死亡 觸發大規模示威以來的首場選舉 超過15000名候選人 順便國族議會290個議席 144名候選人 就國族專家會議的88個席位 全國一共有大約6100萬選民 伊朗議會選舉每4年舉行一次 而專家會議是負責選舉、監督、霸卓 最高領袖的最高權力機構 每8年舉行一次選舉 俄羅斯疑故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舉品 納瓦爾尼的追思儀式在莫斯科士郊一間教堂舉行 他的家人和一些支持者出席 47歲的納瓦爾尼上個月16日 在北極流放地服刑期間死亡 他其後葬在莫斯科一個墓園 納瓦爾尼的盟友和家人說 是克里姆林宮殺死他 克里姆林宮否認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 早前就說納瓦爾尼的死 可能和血栓有關 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研究說 全球有大約10億人 即是1%人口患有肥胖症 其中兒童和青少年的肥胖比率 在過去30年增加了3倍 增加幻想多種嚴重病症的風險 不少人對自己的身形不滿意 經常說要減肥 但究竟怎樣才算肥呢 世界上又有幾多個肥胖症患者呢 世界衛生組織對190多個國家 超過2億2千萬人的身高體重進行分析 估計2022年全球有超過10億人 即是大約每8個人就有一人患有肥胖症 其中兒童和青少年的肥胖比率 在過去30年增加了3倍 而成年人的肥胖比率也增加了1倍多 研究以估算體內脂肪量的身體質量指數 BMI為30或以上的成人就患有肥胖症 至於兒童和青少年的標準就醫年齡和性別而有所不同 肥胖症是指體脂積聚過多 對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的狀態 成人包括不良飲食習慣 即是食用高鹽、高油、高糖的食品 運動量不足和家族遺傳等 可導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多種嚴重病症等 增加死亡風險 不過肥胖症並不是歐美等發達國家民眾的專利 研究報告顯示 發達國家的肥胖比率變化不大 而中等和低收入國家 包括中東和部分加勒比海國家 肥胖比率就快速上升 分析說這些地方的民眾已經由體重不足迅速轉變為肥胖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說 增加高糖食品的稅款和推廣健康的學生餐 將有助降低肥胖比率 又說私營機構也必須對它的產品造成的健康問題負責 無線電視記者一層為三報道 歡迎收看世界觀 美國將會在11月舉行總統大選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也計劃到時四下職務 有輿論認為共和黨傾向民粹主義 麥康奈爾在黨內的影響力大不如前 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 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 上星期滿了82歲的麥康奈爾 剛剛過去的星期三 在參議院表明是時候交棒給下一代領袖 他決定11月卸任 麥康奈爾未有披露忍退的原因 只是說會繼續出任參議員 直到2027年1月任期結束 他提到太太趙小蘭的妹妹趙安吉 早前在德克薩斯州遇車禍離世 失去親人的悲痛令她有所反思 麥康奈爾講完之後 全場議員起立股長致敬 在肯塔基州出生的麥康奈爾 年輕的時候做過律師 1984年當選參議員展開從政之路 麥康奈爾自2007年至今 都是擔任參議院共和黨領袖 亦都是美國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參議院領袖 他曾經自稱是死神 積極阻止國會通過民主黨的法案 其中在2016年 麥康奈爾阻止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 提名自由派人士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麥康奈爾表明當年正值大選年 參議院不會通過大法官提名 直至選出新總統 在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期間 作為建制派共和黨人的麥康奈爾 曾經推動任命保守派大法官 令到美國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 增加到大多數的陸人 在墮胎、槍械管制和移民等議題的裁決上 對美國社會帶來深遠影響 直到2020年11月 特朗普不承認大選結果 之後麥康奈爾打破沉默 祝賀民主黨的拜登勝出大選 美國有傳媒說 在1980年代 時任總統列根執政時期 當時共和黨主張傳統保守主義 到2017年 特朗普上台之後 共和黨傾向民主主義 可以看得出 共和黨正經歷意識形態的轉型 美國國會迎利一國時代的終結 彭博社更加說 隨著黨內保守派勢力 進一步被削弱 麥康奈爾已經沒有蠟燭之地 童年的時候患過小兒麻痺症的麥康奈爾 近年健康狀況備受關注 她去年7月出席記者會期間 突然呆了超過20秒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報道 說麥康奈爾曾經多次跌倒 老人政治再次成為傳媒討論的焦點 外界也猜測誰會成為接班人 英國廣播公司有分析說 潛在人選包括參議院共和黨第二把交椅 南達科他州參議員陶恩 曾經做過參議院共和黨黨邊的 德州參議員康明 還有懷俄明州參議員巴拉索 她已經表態支持特朗普 重奪總統寶座 由於這三個人的名字都叫約翰 所以外界叫他們做三個約翰 美國總統拜登就說麥康奈爾實現了美國夢 對他的忍退決定感到遺憾 又說雙方就算有意見分歧 但彼此都是真誠合作 我們下星期繼續世界觀觀世界 各位歡迎收看這節新聞 我是鄭希年 警方抓了一個75歲的婆婆 涉嫌拿走一個裡面有30多萬元的背包 正被扣留調查 警方說昨天中午接獲報案人求助 說早上近9點在彩雲村商場 一間超級市場買東西的時候 將個背囊放在購物車上 離開的時候不記得拿回 接反希望找回的時候找不到 報稱背囊有大約37萬的現金 警方期後翻查閉路電視 發現一個婆婆在報案人留下背囊後大約6分鐘 不斷在附近徘徊 趁沒有人留意的時候拿走一個背囊 警方在同一下午在彩雲村 拘捕了一個名婆婆 起回大約34萬的現金等等 警方重申盜涉嚴重罪行 一經定罪最高可以判囚10年 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如瑞認為 本港在港區國安法後 最不需要的就是非常廣泛的新罪行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批評 她嚴重背離領事官員的基本職業操守 港府亦都表示強烈不滿及譴責 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如瑞接受外國傳媒訪問 談及對香港的看法 她說香港正是試圖從互聯網刪除某些內容 平敗某些網站 令到一些美國公司訪港的時候 要改用即棄手機和電腦 又說本港在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 最不需要的就是非常廣泛的新罪行 並且說釋放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可以改善香港形象 作用較舉辦金融峰會大 港府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及譴責 說美國至少有21部維護國安的法律 更加動一點就通過秘密或者非法監視打壓異己 根本沒有資格就其他地區 就正當維護國安立法指手畫腳 又批評對方執言無視香港特區 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憑制責任時意抹黑 跟她所說希望與香港有更好關係背道而馳 而有關黎智英的倡議 就等同給予犯法特權 完全違反法治精神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工處也批評 無預稅的言論不負責任 嚴重背離領事官員 批評基本職業操守和行為準則 提供美方干預香港事務 破壞香港繁榮誘一鐵證 又說美國長期以國家利益之名 對其他國家甚至是盟友 進行無恐不入的網絡監控 但對本港23條立法橫家指責 充分曝露他們典型虛偽商標 重新23條諮詢文件強調 會保持正當國際交流活動 在香港順利開展 無線電視記者 吳嘉軒 對於美國國務院說 關注香港就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 相關條例蒙糊 並破壞一國兩制 在北京 外交部敦促美方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 中方對美方有關聲明表示強烈不滿 和堅決反對 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堵塞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 是香港特區的限制責任 也是實現香港長治久安 和一國兩制行穩之遠的必然要求 我要再次強調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任何外國無權說三道四 橫加干涉 日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案 陳佩敏繼續作供 說黎智英同意示威者和勇不分理念 會按照她這個想法行事 第三十六日審訊 辯方繼續就編採自主問題 盤問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佩敏 控訪問陳佩敏 黎智英在2019年前一直提倡和平示威 他說黎智英在2019年之後 例如當年七一衝擊立法會 給予的指示是不想發修例示威消失或者停止 吩咐同事多訪問非和平示威者的心聲 等公眾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陳佩敏又說黎智英當時又同意示威者 代表團結的和勇不分口號 自己會按她這個想法行事 控訪又展示黎智英和陳佩敏的對話紀錄 說黎智英曾經說先要想好策略對付 不容魯莽 控訪問她黎智英所指的是什麼 陳佩敏說後來將劍雄提醒報道用詞 至於對付對象 陳佩敏說沒有細心想是什麼 控訪又就2020年10月的會議紀錄提問 當中提及港台節目頭條新聞 陳佩敏說當時黎智英想製作網上版新聞節目 但想加入類似頭條新聞的風格 例如找人評論 陳佩敏就說如果認真做新聞報道 加入這些環節並不適合 但黎智英堅持這樣會活潑一些 法官李韻騰問當時提出的關注是否被否決 陳佩敏確認並說相關事情 與她負責的實體報紙並沒有關係 控訪完成覆問之後 陳佩敏也都完成作供 案件下個星期一續審 預料會傳召負責專欄的楊清奇作供 無線電視記者曾今報報導 寒冷天氣警告現證生效 天文台預測早上天氣寒冷 市區最低降至大約9度 新界最低1、2度 高地可能結冰 入夜之後天氣進一步變冷 加上部分地方落微雨 不少人都穿著雨涌外出 不過都有人為了拍靚照不怕冷 天文台夜晚8點一度錄得10.7度 大武山降至1.8度 部分市區好像九龍城、觀塘和深水埗 連同新界普遍地區都低過10度 之後部分地方氣溫回升 天文台預測星期六最高氣溫大約14度 星期日早上仍然相當清涼 因為今次就有個比較廣闊的雲雨帶影響 在一些下雨落得比較明顯的地方 降溫是比較幅度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都見到 就算是我們廣東內陸的地方 下雨的時候 都已經跌到8度至9度左右 所以我們都預計香港的溫度 就比自然預期稍微再低一點 3月來說 其實試過最低是去到4.8度 在1986年的時候 所以暫時就短期內 都未有機會破到這個紀錄 她說下週初期氣溫才會逐步回升 無線電視記者王子瑜報導 財政預算案提及會考慮大型工程緩急先後 會延遲交易州人工島起動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工程或延後兩至三年 做家達到5800億的交易州人工島 由上屆政府推動 原定明年底填海 但是財政過千億之下 新一份月算案宣布押後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 英文電台節目的時候 從新政府有決心發展項目 預計延後兩至三年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 。 和頒延後 財政司司長蘋。 卻強烈後 such a proposal 亦都有市民批評預算案忽略中產 對於樓市全面設立後兩天交投急性 陳茂波重新會密切留意市場的情況 如果再出現樓市失控會再採取措施 武戰士記者 劉淳玉報道 政府建議修訂強拍條例 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 有舊樓業主關注降低強拍門檻 只會有利發展商 政府說土地審裁處會有把關 計劃修訂的強拍條例 包括降低強拍所需的業權分數 70年或以上樓齡的舊樓 以及在深水埗、九龍城、西營盤和上環等 這些指定地區的60至70年樓齡舊樓的業權門檻 由八成降到六成半 其餘地區就降到七成 雙輪的地段也可以合併強拍 立法會相關的草案委員會 聽取團體和市民的意見 政府在非指定地區將強拍門檻降低 只會令人覺得非指定地區的降低強拍門檻 只是為了發展商而設 有3800等 60年樓齡或以上的樓宇之中 有超過一半 其實具體的數字是55% 60年樓齡以上 它是坐落在我們現在說的指定地區之外 降低了門檻 不代表是可以成功強拍的 還有很多理據要搜集去說服土地審裁處的法官 有收舊舊樓的公司就說 劃分非指定地區會造成混亂 大量的業主就打電話來 或者親自都上來公司很多次就問 究竟你們還收不收這個物業 因為好像未是指定的 我們的劃分都是用分區計劃大綱圖 都是一些客觀的界線 當有些議會者或者有些意見 是希望我們可以更加精準 說出來大家9600等50年樓齡或以上的樓宇 逐一做一個普查 然後看看有沒有反對意見 就很精準地做 其實跟我們說要急於解決樓宇老化的問題 其實是相衝的 它重新重建是應對樓宇老化的方法之一 另外亦都會協助舊樓業主維修 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 公安部通報緬甸至今 已經向中方移交4萬6千名電訊網絡詐騙案移犯 當局說農曆新年期間 中方首次派出工作組到緬甸大麒力地區 展開聯合行動 涉案的497名移犯 已經在上個月21日移交中方 地方公安機關已經從雲南壓回移犯展開偵辦工作 針對緬北涉及中國公民的電騙犯罪形勢嚴峻 兩地執法部門自2023年起進行的一系列打擊行動 已經取得封石成果 雙方今年會繼續加強國際警務執法合作 全國兩會將會在下星期揭幕 北京時宣布會議期間實行多項措施加強安全管控 全市加油站到今月12日停止售賣散裝油 嚴禁自助加油 首都工林核心區的加油站也要加強安全管控 危險化學品生產經營企業、化工、醫療企業 要對生產裝置、儲存管、儲存區和庫房 進行安全檢查和隱患整改 確保報警、緊急切斷等裝置正常使用 加強危險化學品、運輸車輛的監控等 市內部分的道路會在會議期間 也會採取臨時交通管理措施 教官部門呼籲居民外出的時候 留意官方發布的路況提示訊息 美國、泰國和南韓在泰國進行兩棲攻擊演練 軍演昨天在泰國東部春武里虎海灘舉行 三國一共有大約1500人參與 並且出動多手大型軍艦、戰機、兩棲突擊車 以及直升機等裝備 是每年一度的金色眼鏡城軍演一部分 今年的軍演在上個月26日展開 到今個月8日結束 演習範圍包括太空安全、 網絡安全、人道救援、災害救援和醫療行動等 今年一共有30個國家參與 參演總人數接近一萬 中國亦都有派員參與 人道和災害救援行動 南韓醫生罷工持續 復工的醫生累計超過500人 仍然有8000多人未回到工作崗位 當地警方首次就這一輪工潮採取行動 搜查醫學會位於首爾的辦公室 南韓總理韓德珠到首爾江東區服務退役軍人的中央部分醫院視察 了解醫院的運作情況 並跟醫生以及病人聊天 當地醫生工潮持續了超過10日 韓德珠說會確保退役軍人的醫療服務不受影響 而南韓警方星期五第一次就醫生近期的集體罷工採取行動 到位於首爾的南韓醫學會會館搜查醫學會緊急對策委員會 以及多個辦公室 警方早前收到當局舉報 說包括醫學會緊急對策委委員長金澤宇在內的五個人 透過提供法律援助 教唆或者協助實習同住院醫生參加集體行動 妨礙醫院診療工作 醫學會緊急對策委員會就發聲明強烈抗議警方的行動 說實習同住院醫生都是自願請辭 否認有教唆他們 委員會又透露 除了星期日將會在首爾舉行大規模集會 還可能會採取另一些集體行動 這輪醫生工潮遠於醫學界反對政府計劃增加醫學院收生名額 而當局要求罷工醫生最遲星期四復工的限期已經過了 保健福子部說 星期四再有多271個實習同住院醫生復工 累計復工人數565人 但仍然有8000多人未回到工作崗位 保健福子部在官方網站以公告的形式 向13個聯絡不到的實習醫生發出復工令 而由於當地星期五至星期日正值假期 部分罷工的醫生很可能回鄉 保健福子部將會在下星期一到100間實習醫院 點算確實拒絕復工的醫生人數 之後才會採取處分 政府早前說 未在限期前復工的醫生會被釘牌 甚至要附上刑責 無線電視記者梁永山報導 澳洲首都領地金家林有緊急服務中心被原塵污染 中心裡的警員以及緊急服務人員要疏散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工作 消防和警察工會呼籲全面調查所有緊急服務建築物 並且評估員工健康 負責翻新金家林聯合緊急服務中心的承建商匯報 只在大樓部分地方 發現被原塵及茶油微粒污染 服務站即時關閉 在中心內的警員和緊急服務人員 已經轉至坎培拉北部的分站辦公 緊急服務專員強調 服務水平影響輕微 救援時間不會受延誤 消防工會表示非常關注事件 未知直勤的員工是否已經暴露污染物多時 呼籲評估所有員工的健康 警察工會希望全面調查所有緊急服務建築 職案官員指派完到場調查後 滿意當局風險管控措施 污染範圍和源頭的調查 預計需時一星期 無線電視記者簡永信報導 如果您 Astokes 您 turns定 优优運動 有關 緊急收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